车廉价第三天 北返车潮塞爆东西部国道 其中国道5号北向 上午就有车流涌现 到了下午 水水前还一度回堵了8公里 行车时间是平常的7倍 另外呢 西部国道 国阴园林道补延系统 头份路段也是一度塞到 车辆只能够归宿行驶 高宫局就预估了 廉价最后一天 车潮也是一样以北返为主 还有九大地雷路段呢 提醒大家 还是最好避开 买完半手里赶紧出发北返 但从宜兰郊西市区 午后就开始车多 走走停停到交流道前 更夸张 大排长龙都等着要上国武 好不容易挤上国道 雪岁前又一度回堵8公里 即使路况紫暴 失速不到20公里 行车时间是平常的7倍左右 而且这样的状况 恐怕持续倒深夜 那就国武的部分 截至下午3点 国武北向雪岁通过量 约为22000两次 那相较于109年中秋 连续假期第三天的同期呢 约增加了3% 西部国道下午2点多开始 国一北向原领道 浦岩系统也同样塞到紫暴 头份路段也比预期 更早开始拥塞 时速一度只有20几公里 预计廉价最后一天 还是以北返车潮为主 那明日呢 也将会实施下午2点到晚上9点的 高残载管制 今天用人可以再提早出发 不敢使台二台九替代道路 建议东部北返民众 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的 雍色时段 西部国道国一南屯到后里 西罗到浦岩系统 下午3点又会开始塞 新竹系统到竹北4点后 也会车多 国三四个地雷区 预估也是傍晚时段行车时间 是平常的3到4倍 中秋廉价倒数 民众北返九大地雷路段要注意 记者从报道